中午想吃什么 日料 这样会不会太冰了吧 想吃日料 不行 人家想吃日料 不行 太恶心了 日料 没问题 突然想到那家日料有点远 可能要耽误时间 我还有工作要赶快处理 要不然我提前叫外卖 中午来你办公室吃吧 就说你找我谈话 好 工作时间不好好工作 还有时间在这里聊天 你今天中午赶紧把花期的图都修好了 林总那边着急啊 我记得我昨天已经发给你了 但你还没回复我 所以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回复你 你就不能来问我吗 你们这些新人 怎么现在一点工作主动性都没有啊 现在调出来 我要看 你这色调怎么这么差啊 完全不行 一点青春的感觉都没有 那你还想怎么修 行吧 反正到时候你再重修几晚吧 我们来选 姚远 不要以为光凭一张脸 你就能在职场上投机取巧了 明白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字面意思 好好工作 不要天天想着用脸用女人吃饭 你说的是我吗 林总 林总 花西张起的图片修得怎么样 还没有选好 已经在选好 这些吗 对 林总您看看 一共就这几张照片 他到现在了都还没有修好 我已经安排他重新修了 而且啊 他这个人工作态度真是极差 用上班的时间来跟女朋友谈恋爱 这些照片修得不错 可以过了 什么 我收得不清楚吗 没有 姚远 来到办公室一趟 既然知道是工作时间 那就不要讨论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对 TB需要的是能力出色的人 而不是胡乱嚼舌的人 明白吗 把门关上 有人欺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小事我自己能解决的 不行 谁欺负你就必须付出代价 好啦 我知道你关心我 放心 这些小事不会影响到我工作和生活的 但是啊 如果你因为我这件事影响到情绪 影响到公司的话 那我可真的要难过我自作了 更何况 我也不希望我的女朋友 因为这件事情受到非议啊 好啦 这次就算了好不好 不可以 这种不正之风绝对不能助长 再说了 今天还只是我碰巧看到 这平时还不知道多少新人被欺负呢 要是优秀的人才都因为受到职场欺凌而离职 这对我们公司来说才是最大的损失 你说的都对 可是 放心 我有分寸 完了 我有点骄傲了 我怎么能有这么优势的老板和女朋友呢 你知道就好 对了 我发现你的修图风格跟一个网红摄影博主很像 还有你给顾宴成牌的那组 风格也很像 有吗 好像叫影子魔术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可能是凑巧吧 幸亏她没发现影子魔术师就说 对了 虽然我们不需要修图了 我们出去吃饭吧 好啊 刚才我帮你解围 你请客 遵命 等我能力跟她匹配的那天再告诉她吧